战争与和平 第三十七集 伯爵夫人吃饭时,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暗示,心里就有了点数。 她回到房里,坐在扶手椅上,眼睛盯住鼻炎湖上儿子的画像,泪水不断涌上眼眶。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信,点着脚尖,走到伯爵夫人房门口站住。 您别进来,她对走过来的老伯爵说,等一下,说着随手关上门。 伯爵把耳朵贴在锁孔上,用心听里面的动静。 起初她只听见了平静的说话声,然后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单独说了许多话, 然后是一声叫喊,然后是一片肃静,然后是两个人同时快乐的说话,然后是脚步声。 接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给伯爵开了门。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色, 好像一个外科医生做完大手术,让大家进去欣赏她的杰作。 好了。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得意洋洋地指了指伯爵夫人,对伯爵说。 伯爵夫人,一只手拿着有画像的鼻烟壶,另一只手拿着信, 一会儿闻闻鼻烟壶,一会儿闻闻信。 他一看见伯爵,伸出双臂搂住了伯爵的秃头, 又从秃头上方看信和画像,并且为了再闻闻鼻烟壶和信, 又稍稍把秃头推开。 维拉,纳塔莎,苏尼亚和小比加都走进屋来, 伯爵夫人开始读信。 尼古拉在信里扼要叙述了行军和参加两次战斗的情况。 说,他被提升为军官, 最后他吻妈妈和爸爸的手,要求他们为他祝福。 他还吻威拉,纳塔莎和比加。 此外,他问候舍林先生和萧斯夫人, 问候老保姆,他还要求吻吻亲爱的松尼亚, 还说他仍旧那么爱她,那么想念她。 松尼亚一听这句话,脸上飞起一片红韵, 泪水涌上眼眶, 他受不了大家向他射来的目光往大厅跑去, 一边跑,一边旋转, 转得衣服像气球一样鼓起来。 他满脸通红,笑盈盈地往地板上一坐, 伯爵夫人哭了。 您哭什么呀,妈妈,威拉说,读了她的信,您应当高兴,不应当哭。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伯爵也好,伯爵夫人也好,纳塔莎也好, 大家都用责备的眼光对威拉瞧了瞧。 他变得像谁呀? 这是伯爵夫人像的。 尼古拉的信被读了几百遍, 凡自认为有资格听信的人都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听, 而伯爵夫人手里一直拿着那封信, 家庭教师、保姆、总管米家和几个熟人都走来, 而伯爵夫人读一次信就感到一次快乐, 而且每次都从信中发现尼古拉新的美德。 想到,二十年前,儿子在他肚子里微微躁动, 后来为了他常常同过分溺爱孩子的伯爵争吵, 儿子先是学会说梨子,后来学会说奶奶。 就是这个儿子,如今在异国成了勇敢的战士。 他在那里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指挥, 单枪匹马干着男子汉的事业。 想到这些,伯爵夫人总觉得新奇和快乐。 古往今来,所有的孩子都是从摇篮里不知不觉长大成为男子汉的, 这个普通的道理伯爵夫人却不知道。 他的儿子一年年长大,但在他看来,这是件不寻常的事, 尽管天下一万人都是这样成长的。 正想二十年前,他不相信肚子里的那块肉有一天会哭,会吃奶,会说话一样。 现在,他也不相信信里所说的,这块肉已成为一名勇敢刚强的男子汉, 一个模范儿子和优秀军人。 伯爵夫人读着信中描写的段落说, 文笔多优秀军人,他的心灵多高尚,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只说什么捷尼索夫, 其实他自己一定比谁都勇敢,自己吃的苦也只字不提。 心肠多好啊,连我都不认得他了,他总是记得大家,谁也没有忘记。 我一向说,他还只有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说。 全家人给尼古拉写信,从草稿到滕青,花了一个多星期。 在伯爵夫人的监督下,通过伯爵的张罗,准备了新提升军官所需的制装费和生活用品。 德鲁别刺激公爵夫人是个能干的女人, 她连跟儿子通信都能在军队里托到人情。 她可以通过禁卫军指挥官康斯坦丁亲王转交书信。 罗斯托弗一家人认为,国外俄国禁卫军是个固定的通信处, 只要把信送到亲王手里,就没有理由不能转到料想在附近的保罗格勒团。 因此决定通过亲王的信使,把信和钱送给鲍利斯, 而鲍利斯一定能转交给尼古拉。 信是由老伯爵、伯爵夫人比加威拉、纳塔莎和苏尼亚联合署名的。 写好后,连同伯爵给儿子的六千卢布制装费和生活用品一起送去。 11月12日,驻扎在奥洛莫乌茨附近的库图佐夫野战军, 准备次日接受俄国沙皇和奥国皇帝的检阅。 刚从俄国调来的禁卫军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 将于次日早晨时时开到奥洛莫乌茨郊外接受检阅。 就在这一天,尼古拉接到鲍里斯的信,信中告诉他, 伊兹梅尔团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 鲍里斯在那里,等他去取信和钱。 尼古拉现在特别需要钱,因为军队出征归来, 驻扎在奥洛莫乌茨附近,营地充满随军商贩和澳籍犹太人, 他们备有各种诱人的商品。 保罗格勒团连日不断举行酒宴,庆祝他们出征得奖, 并到匈牙利女人卡罗琳娜在奥洛莫乌茨新开的有女招待的酒馆吃喝。 尼古拉不久前庆祝过自己晋升为骑兵少尉, 向杰尼索夫买了一匹叫贝都因的骏马, 因此欠了同事和随军商贩一身债。 尼古拉接到鲍里斯的信, 和一个同事一起骑马来到奥洛莫乌茨, 在那里吃了饭,喝了一瓶酒, 然后独自到禁卫军营地去找童年的朋友。 尼古拉还没来得及购置军官服, 他穿着一件戴士兵十字张的旧士官生军服, 一条被皮带磨损的马裤, 配着一把戴穗子的马刀, 他骑着一匹盾河马, 那是行军途中向一个哥萨克买的, 他头上豪气十足地歪戴着一顶压轴的票骑兵军帽, 他跑进伊斯梅尔团营地时想, 他那副酒精沙场的票骑兵模样, 一定会使鲍里斯和禁卫军同事们大吃一惊。 禁卫军行军好像游山玩水, 一路上炫耀着队伍的整洁和纪律, 他们每天的行程不长, 背囊由大车运送, 澳国当局一路上还给军官们准备了精美的伙食, 部队出入城镇都有乐队奏乐, 并且奉亲王命令, 士兵一路正步前进, 军官按照规定的位置步行。 禁卫军都以这种行军方式而自豪。 在行军过程中, 鲍里斯一直同现役升任连长的别尔格同行同驻。 别尔格在行军中升任连长, 他办事勤奋认真, 得到上级信任, 经济方面也安排得很得当。 鲍里斯在行军中揭示了许多 可能对他有用的人, 又凭皮埃尔的介绍信认识了安德烈公爵, 并希望通过安德烈的关系 在总司令部里某个位置。 白天行军以后, 比尔格和鲍里斯在分配给他们的屋子里休息了一下, 然后穿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坐在圆桌旁下棋, 比尔格双膝夹着一根冒烟的烟管。 鲍里斯一向喜欢整齐, 他用又白又细的手指把棋子摆成了金字塔, 等比尔格出棋。 他瞧着对手的脸, 显然在考虑棋局, 因为他不论做什么事都很专心。 鲍里斯问, 走啊, 看你怎样逃掉。 嗯, 让我想想办法。 比尔格回答, 摸了摸足子, 又把他放下, 这时, 门开了。 哦, 他到底来了? 尼古拉叫道。 比尔格也在这里。 哈哈, 喂, 孩子们, 睡觉觉咯。 他学奶妈说话的腔调, 对他们大声说。 他同鲍里斯以前常嘲笑奶妈这种别扭的法语。 嘿, 老弟, 你可变得多了。 鲍里斯站起来迎接尼古拉, 但站起来时, 没忘记把倒下的棋子扶起来, 放好。 他想拥抱朋友, 但尼古拉避开了他。 尼古拉怀着青年人喜欢标心立意的心理, 不愿按照长辈们装腔做事的姿态, 而用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同朋友重逢的喜悦。 他想捏他一把, 捅他一下, 但绝不像一般人那样吻他。 鲍里斯正好相反, 镇静而友好的, 搂抱尼古拉, 吻了他三次。 他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面了。 在这刚踏上人生道路的年纪, 他们在对方身上都发现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 也就是他们刚踏进的社会的最新反应。 自从上次见面以来, 他们身上都有了许多变化, 他们就想尽快让对方看到这些变化。 哎呀, 你们这些该死的空子哥, 打扮得干干净净白白嫩嫩, 就像刚参加舞会回来, 可不像我们这些有罪的大兵。 尼古拉用鲍里斯觉得新鲜的上低音说, 同时用军人的姿态直指自己沾泥的马库。 德国女房东听见尼古拉的红亮声音, 从门后探出头来。 哦, 他挺漂亮, 是吗? 尼古拉急急眼说。 你怎么这么大声叫嚷啊, 你会把他们吓坏的。 鲍里斯说。 我没想到你今天来, 我昨天才通过一个熟人, 苦涂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寄给你一封信, 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把信送到了你手里, 那么怎么样, 已经上过阵了? 鲍里斯问。 尼古拉没有回答, 只晃了晃挂在军符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章, 又直指自己扎着绷带的手臂, 笑嘻嘻地瞧了瞧别尔格。 你看, 尼古拉说。 哇, 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 鲍里斯笑咪咪地说。 我们这次行军也挺不错, 不瞒你说, 黄太子常常骑马通我们的团一起走, 因此我们得到了不少方便和照顾, 在波兰啊, 还给我们举行了出色的酒会、 宴会和舞会, 我简直无法跟你形容, 黄太子对我们全体军官很亲切。 两个朋友互相讲述他们的情况, 一个讲票骑兵的饮酒作乐和战斗生活, 另一个讲在达官贵人手下供职的乐趣和好处。 哦, 金卫君。 尼古拉说。 我说, 派人去弄点酒来。 鲍里斯皱起眉头。 如果你一定要喝的话。 鲍里斯说。 鲍里斯走到床边, 从干净的枕头底下掏出钱包, 派人去买酒。 哦, 对了, 让我把钱和信交给你。 鲍里斯又说。 尼古拉接过信, 把钱扔在沙发上, 双臂搁在桌上开始看信。 他看了几行, 恶狠狠地瞅了别尔格一眼。 当尼古拉遇到别尔格的目光, 就用信纸遮住脸。 哦, 给您寄来的钱可不少啊。 别尔格望着沉甸甸压在沙发上的钱包说。 哎呀, 可是伯爵, 我们就光靠肝想过日子, 就拿我来说吧。 听我说, 别尔格。 尼古拉说。 要是您接到家信, 或者遇到一位亲人, 要向他打听情况, 我要是在场, 就一定立刻走开, 免得妨碍你们。 听我说, 现在请您走开走开, 到哪儿去都行, 真贱鬼。 尼古拉嚷道, 但又马上抓住别尔格的肩膀, 亲切地瞧着他的脸, 显然想冲淡自己粗暴的口气, 添加说。 我说, 您不要生气。 哦, 宝贝, 我是把您看成老朋友, 才这样直说。 别尔格站起来, 用喉音低声说。 哦, 对不起, 伯爵, 我很理解您。 鲍利斯插嘴说。 到房东家去吧, 他们请您去。 别尔格穿上一尘不染的清洁礼服, 对着镜子, 把鬓角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那样往上翘。 他发觉, 尼古拉注意到他的礼服, 就愉快地笑着走出屋去。 哎, 我简直是畜生。 尼古拉看着信嘟弄的。 怎么会? 鲍利斯问。 哎, 我简直是头猪。 我从来不写信, 一写信又把他们吓了一大跳。 哎, 我真的简直是头猪。 尼古拉突然张红脸, 反复说。 嗯, 好吧, 派加弗利洛去买酒。 行, 我们都来喝一点。 尼古拉说。 加信中, 还附了一封给巴格拉基昂公爵的推荐信。 这是老伯爵夫人听从德鲁别茨级公爵夫人的劝告通过熟人弄来的。 他要尼古拉按他的地址送过去, 好好利用这个关系。 真无聊, 我才不干呢。 尼古拉说着把信扔到桌子底下。 您怎么把信给扔掉了? 鲍利斯问。 一封推荐信, 我要他有屁用。 怎么说屁用啊? 鲍利斯拾起信, 看了看收信人的名字, 说。 哟, 这封信对你很有用, 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谁的副官也不当。 这是为什么呀? 鲍利斯问。 那是侍候人的差事。 尼古拉说。 我看你啊, 仍旧是个幻想家。 鲍利斯摇了摇头。 你仍旧是个外交家。 但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 鲍利斯, 你怎么样? 尼古拉问。 嗯? 你不是看到了?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但说句实话, 我倒很愿意当个副官, 我不愿意留在前线。 为什么? 因为, 既然进了军界, 就该努力争取个光辉的前程。 哦, 原来如此。 尼古拉嘴里这样说, 心里显然在想别的事。 尼古拉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朋友的眼睛, 仿佛在寻求某种问题的答案, 但是突然。 加弗里洛老头拿来了酒, 哦, 现在去把比尔格找来好吗? 鲍利斯说, 他可以陪你喝, 我可不行。 对, 去把他找来, 去把他赶快找来。 比尔格这个德国佬怎么样? 尼古拉嘲笑着说。 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正派人。 鲍利斯说。 尼古拉又凝神瞧了瞧鲍利斯的眼睛, 叹了一口气。 比尔格回来了, 三个军官对着一瓶酒, 谈话就热闹起来了。 两个禁卫军军官给尼古拉讲他们行军的情况, 以及他们在俄国、波兰和国外受到的尊敬。 他们还谈到担任指挥官的亲王, 说他又仁慈又暴躁。 比尔格在谈到与他无关的事, 照例不吭声。 但一谈到亲王的暴躁行为, 他就津津有味地讲道, 说有一次亲王在加利西亚视察军队, 发现他们有犯规行为而大发雷霆。 那时他曾经和亲王说过话, 他笑容可拘地讲道, 那亲王怎样怒气冲天, 骑马跑到他跟前叫道, 阿尔巴尼亚老。 对, 那个亲王发火的时候, 喜欢用阿尔巴尼亚老这个词来骂人, 而且还要传箭连掌。 比尔格说, 不瞒您说, 伯爵, 我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错。 老实说, 伯爵, 不是我吹牛, 所有的军令我都能背诵, 操点也知道的像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熟。 因此伯爵, 我的脸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 所以我心里很踏实, 我就去见他。 比尔格站起来, 当场表演他怎样举手敬礼, 说真的, 他的神态恭敬的不能再恭敬, 自负的不能再自负了。 哎, 亲王果然破口大骂, 破口大骂, 骂得人灵魂出窍, 又是阿尔巴尼亚老, 又是活见鬼, 又是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叶格调皮的笑着说, 我知道我做的对, 因此不做声, 您说是不是伯爵? 哎, 哎, 他喊道, 你, 你怎么了, 是哑巴吗? 我呀, 还是不说话。 您猜怎么样伯爵, 第二天命令里也没有提这件事, 与世冷静, 就有这样的好处, 嗯, 就是这样伯爵。 比尔格抽着烟斗吐着烟圈说, 哼, 是啊, 比尔格, 你还真有两下子。 尼古拉微笑着说, 战争与和平, 第三十八集。 巴里斯看出尼古拉要取笑比尔格, 就巧妙地把话题岔开, 他要尼古拉讲讲, 他是怎样负的伤, 在哪里负的伤, 尼古拉很高兴, 就讲了起来, 而且越讲越兴奋, 他向他们讲, 他在圣格拉本作战的情况, 就像一般参加过战斗的人, 信口开河, 就像讲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那样, 竭力讲得有声有色, 但与事实完全不符, 尼古拉是个正派的青年, 绝不是存心撒谎, 他开头想讲实话, 但不知不觉说溜了嘴, 他们和他自己都听过许多类似的冲锋故事, 明白冲锋是怎么一回事, 此刻呢, 也准备听这种故事, 要是对他们说实话, 那么他们就会或者不相信他, 或者更糟糕认为他没有遇到一般骑兵冲锋时常遇到的事, 还得怪他自己不好, 他不能那样平平淡淡的对他们讲, 当时大家都纵马狂奔, 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手臂拖了臼, 并且为了躲避一个法国兵的追击, 拼命地向树林里跑, 此外, 要把全部真相讲出来, 就必须控制自己之讲实话, 其实讲实话是很困难的, 青年人难以做到, 他们希望听到的是, 他当时怎样热血沸腾, 把一切置住脑后, 像一阵狂风似的冲进敌阵, 左右砍杀, 然后他的马刀怎样开了昏, 他怎样看得筋疲力尽, 跌下马来, 等等等等, 于是, 他就这样对他们讲了很多, 他的故事讲到一半, 正讲到你不能想象, 一个人在冲锋的时候, 会产生多么疯狂的感情时, 鲍利斯七代中的安德烈公爵走了进来, 安德烈公爵一向喜欢庇护青年, 并且以别人有求于他为荣, 鲍利斯昨天讨他的喜欢, 他对鲍利斯就很有好感, 愿意满足他的要求, 安德烈公爵奉命把库图佐夫的公文送到皇太子那里, 顺道来看望鲍利斯, 希望能单独见见他, 他走进屋来, 看见一个票骑兵正在吹嘘战斗经历, 安德烈公爵最不喜欢这种人, 他对鲍利斯亲切地微微一笑, 皱起眉头, 眯缝起眼睛, 对尼古拉微微点了点头, 眉睛打彩地坐到沙发上, 他碰上这会儿讨厌的人, 心里有点不快, 尼古拉看出这一点, 脸仗得通红, 但他不在乎, 因为安德烈是个陌生人, 尼古拉望了望鲍利斯, 发现他似乎也在为他这个票骑兵害臊, 尽管安德烈公爵态度并不友好, 带着嘲讽意味, 尽管尼古拉从战斗部队的观点, 看不起参谋部里的小副官, 进来的人看来是个小副官, 他不免也有点狼狈, 长红了脸, 不再作声。 鲍利斯打听参谋部里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部署保密范围的打算? 大概要继续进军, 安德烈公爵回答, 显然不愿在陌生人面前说得更多。 比尔格趁机彬彬有礼地问, 连长的粮草津贴, 现在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将增加一倍? 对于这个问题, 安德烈公爵含笑回答说, 对政府的这种重要决定, 他不能随便发表意见, 比尔格听完了快乐地笑起来, 安德烈公爵对鲍利斯说, 您的事我们以后再谈, 接着他打量了一下尼古拉, 检约以后您来找我,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安德烈公爵环顾了一下房间, 也不顾尼古拉像孩子那样恼羞成怒, 对他说, 您刚才大概在讲圣格拉本的战斗吧, 您到过那里吗? 我参加了! 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说, 仿佛想以此侮辱副官。 安德烈注意到飘起兵的这种情绪, 觉得挺好玩, 他略带轻蔑地微微一笑。 是啊, 现在流传着许多关于这场战役的故事。 这, 故事? 尼古拉大声说, 那双突然变得疯狂的眼睛, 一会儿瞧瞧鲍利斯, 一会儿望望安德烈。 这, 故事, 不错, 故事是很多, 但我们讲的故事, 讲的都是在敌人炮火下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 是有分量的, 可不像参谋部里那些无功受奖的公子哥讲的故事。 哼, 您看, 我是不是就是参谋部里其中的一个? 安德烈公爵泰然而愉快地笑着说, 这时, 在尼古拉心中愤怒和对这个人镇定沉着的敬意交织在一起。 这不是说您, 尼古拉说, 我不认识您, 老实说, 也不想认识您, 我说的是一般的参谋部人员, 可是, 我要对您说, 安德烈公爵用沉着而威严的声音打断他的话, 您要侮辱我,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自尊心, 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 但您得同意, 您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 最近一两天里, 我们都要参加一次更严酷的大决战。 此外, 我的面貌不幸长得不讨您喜欢, 这事同您的老朋友鲍里斯毫无关系, 不过, 安德烈公爵说着站起来, 您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但您不要忘记, 他补充说, 我认为我并没有受到侮辱, 您也没有受到侮辱, 我年纪比您大, 我劝您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么巴里斯, 星期五检阅以后我等您, 再见。 安德烈公爵向两人鞠了一躬, 走了出去。 尼古拉直到安德烈走后, 才想到该怎样回敬他, 他因为刚才忘记说这话, 更加生气, 他立刻叫人背马, 冷冷地跟鲍里斯告别, 回住处去了。 明天, 他要到总司令部, 去向那个倔强的副官挑战, 还是真的把这事割下? 这个问题一路上使他烦恼, 一会儿他怒气冲冲地想, 他要是看到这矮小文弱骄傲的人, 在他的手枪下惊恐万壮, 那该多么痛快。 一会儿他惊奇地发现, 他很想同这个可恨的副官交个朋友, 不管对谁, 他都没有过这样强烈的愿望。 鲍里斯同尼古拉见面后第二天, 澳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举行了阅兵式, 接受检阅的, 包括刚从俄国开来的, 和随同库图佐夫出征回来的部队, 俄国皇帝带着皇太子, 澳国皇帝带着大公, 一起检阅了八万联军。 一清早, 整节漂亮的军队排列在要塞前的田野上整队, 一会儿, 千万只脚和千万把刺刀, 在迎风招展的军旗下行进, 按照军官的口令, 立定, 转身, 变换队形, 绕过穿不同军服的其他步兵队伍, 一会儿, 穿蓝色红色绿色相边军服的骑兵, 骑着黑色棕色灰色的马, 跟着服装鲜明的军乐队, 发出整齐的马蹄声和刀枪声。 一会儿, 炮兵拉着铿枪发响, 铜器擦得闪亮的大炮, 散发出点火干的气味, 在步兵和骑兵之间缓缓前进, 开到指定的地点。 不仅将军们穿着礼服, 不论腰身粗大或细瘦, 都把腰竖得紧得不能再紧, 脖子被硬领撑得发红, 身上挂着兽带和各种勋章, 不仅军官们头上擦了发油, 身上穿着讲究的军服, 就连士兵都个个把脸刮得精光, 把武器擦得耀眼。 没匹马都刷得像段子一般溜光闪亮, 润湿的棕毛疏得一根不乱。 人人都感觉到,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庆典, 每个将军和每个士兵都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只是人海中的一滴水, 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这人海的组成部分, 因而强大有力。 一清早, 大家就紧张地忙碌起来, 十点钟,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队伍在广大的田野上排好队列, 全体人马分成三个横队, 前面是骑兵, 后面是炮兵, 最后面是步兵。 每两个横队之间, 像隔着一条街, 组成这支大军的三部分。 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 保罗戈勒票棋兵团, 排在前排右翼, 刚从俄国开过来的作战部队, 加上禁卫军的几个团, 还有澳国军队, 界限分明, 但都站在一个横队里, 受统一指挥, 保持同一队形。 突然, 像一阵风吹过树叶似的, 传出一片激动的低语,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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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胆怯的声音, 全军在做最后准备, 发出了一片骚动声。 前面在奥洛木乌茨那里, 出现了一群渐渐临近的人, 尽管那天没有刮风, 这时却有一阵威风扶过军队, 吹动毛鹰, 吹得军旗扶打旗杆, 仿佛军队用这种轻微的活动, 来欢迎皇帝的驾临。 这时, 只听得一声口令, 吹张! 然后, 就像公鸡爆小一样, 四面八方接二连三地喊了起来, 接着又是一片肃静。 在这一片肃静之中, 只听得哒哒的马蹄声, 这是两位皇帝的随从来了。 两位皇帝来到侧翼, 第一骑兵团的号手就吹起了进行曲, 这仿佛不是号手在吹军乐, 而是全军看见皇帝驾临, 欢声雷动。 在这些声音中, 可以听见亚历山大皇帝年轻的亲切的声音, 皇帝向大家问好, 于是第一骑兵团就震耳欲聋, 欢天喜地地不断高喊乌拉, 连他们自己都被众多的人数和巨大的威力所震惊。 尼古拉站在库图佐夫军队的前排, 也就是皇帝首先来到的地方, 尼古拉像队伍里所有的人那样, 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 为国家强大而自豪的感情, 并向促成这次盛大阅兵的人热烈致敬。 他觉得, 只要这个人一开口, 这支庞大的队伍, 他是其中的一粒沙子, 就会赴汤蹈火, 就会杀人行凶, 就会誓死如归, 建立丰功伟绩。 因此, 一想到就要听到那句话, 就不免浑身哆嗦, 心脏停止跳动。 乌拉! 四面八方响起一片欢呼声, 一个团接一个团, 奏起进行曲来欢迎皇帝, 然后又是高呼乌拉, 又是奏进行曲, 又是高呼乌拉。 这些声音越来越响, 越来越高, 汇合成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皇帝尚未来到的时候, 每个团都保持肃静, 好像没有生命的躯体。 但等皇帝一走进, 这个团就活跃起来, 他的呼喊声, 就跟皇帝已经走过的 横队的呼喊声, 融成一片。 在这片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 在一块块化石般的方阵之间, 几百名随从对称地排列着, 自由自在地骑马跑过。 他们前面是两位皇帝, 在这支大军里, 人人都克制着热情, 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 年轻英俊的亚历山大皇帝, 身穿禁卫骑兵制服, 头戴帽边翘起的三角帽。 他那喜气洋洋的脸和红亮而不高的声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尼古拉站在号手附近,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 老远就认出了皇帝, 并看着他渐渐走近。 皇帝离他只有二十步了, 尼古拉仔细查看皇帝年轻英俊和喜气洋洋的脸, 心里涌起一股空前未有的柔情。 他觉得皇帝的每个特征和每个举动都使他入迷。 皇帝在保罗格勒团前站住, 用法语对奥国皇帝说着什么, 微微一笑。 尼古拉看见这个笑容, 不由得也笑了, 心里涌起一阵更强烈的对皇帝的爱戴之情。 他想用什么方式表示对皇帝的热爱, 但知道没有办法, 他真想哭。 皇帝召见团长, 对他说了几句话。 天哪, 要是皇上跟我说话, 我会怎么样? 尼古拉想。 我会快乐似的。 皇帝转身对军官们说, 诸位, 我衷心感谢大家。 尼古拉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从天而降的福音, 现在, 他要是能为沙皇牺牲生命, 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获得了圣乔治军旗, 一定要保持这个荣誉。 皇帝说, 真愿意死, 愿意为他而死。 尼古拉想, 皇帝还说了些什么, 尼古拉没有听清, 士兵们都生死力竭地高呼乌拉。 尼古拉在马背上弯下腰, 用足力气大叫, 只要能表达他对皇上的狂热感情, 情愿喊破喉咙。 皇帝在票棋兵前面站了几秒钟, 仿佛有点犹豫不决。 皇上怎么能犹豫不决呢? 尼古拉想, 随后就觉得连这种犹豫不决的神态也是庄严迷人的, 因为他觉得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是庄严迷人的。 皇帝犹豫不决的神色, 只出现了一刹那, 皇帝穿着当时流行的尖头靴, 用脚碰了碰短尾绿色马的腹部, 他那戴白手套的手拉起缰绳, 他在一大群杂乱的副官护送下走开去, 他越走越远, 在每个团前面都停留一下。 最后尼古拉只看见被一群随从簇拥着的皇帝的白领子。 尼古拉在随从中间, 发现安德烈无精打采的骑在马上, 尼古拉想起昨天同他的争吵, 心里浮起一个问题, 该不该找他决斗? 嗯, 当然不应该。 尼古拉想, 在眼下这样的时刻, 还值得提这种事吗? 在这样热爱狂欢和忘我的时刻, 我们的争吵和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 我爱一切人, 宽恕一切人。 皇帝检阅了几乎所有的团以后, 军队以分裂式从他面前走过。 尼古拉骑着心进向杰尼索夫买来的骏马贝都因, 走在他的骑兵连后面, 也就是显眼的单独从皇帝面前走过。 尼古拉是一名出色的骑手, 他还没走到皇帝面前, 就刺了两下贝都因, 使贝都因急迟起来。 贝都因兴奋时总是这样的, 贝都因似乎也觉察到皇上的目光, 把喷没的嘴抚到胸脯, 伸展尾巴, 仿佛脚步着地地在空中腾飞, 姿势优美地更换腿子向前跑去。 尼古拉向后拳起腿, 收紧肚子, 觉得自己仿佛同马合成一体, 他皱着眉头露出杰尼索夫所说的魔鬼般幸福的神器, 从皇帝面前跑过。 皇帝说, 保罗哥勒坛, 好样的! 尼古拉想, 天哪, 要是他现在命令我冲进火海, 我该多么幸福啊! 检阅完毕后, 新来的军官和库图佐夫部下的军官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谈论奖赏, 谈论奥军和他们的军服, 谈论他们的战线, 谈论拿破仑, 说他眼看就要倒霉, 因为艾森军团就要开到, 普鲁士也将站在我们一边。 但在人群中, 谈得最多的是亚历山大皇帝, 大家模仿他的每句话, 模仿他的每个动作, 对他赞叹不已。 人人都有一个愿望, 皇帝统帅他们尽快向敌人开去, 在皇帝亲自指挥下, 一定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在检阅以后, 尼古拉和多数军官都有这样的想法。 检阅以后, 大家对胜利的信心, 比打了两次胜仗还要强。 战争与和平 第三十九集 检阅后第二天, 鲍利斯穿上最漂亮的军服, 接受了同事别尔格的祝福, 到奥罗莫乌茨去找安德烈, 希望利用安德烈的交情, 为自己谋个好差事, 最好能在要人手下当个副官, 因为他觉得这是军队中最诱人的位置。 他想, 尼古拉一次就从父亲那里收到一万卢布, 他当然可以夸口, 不愿意向谁都低头哈腰, 不愿意给人家当差。 可我呢, 除了自己的脑袋就一无所有, 我只好自己努力, 不犯过任何机会, 尽量加以利用。 那天鲍利斯在奥罗莫乌茨 没有碰到安德烈公爵。 奥罗莫乌茨 驻有总司令部和外交使团, 两位皇帝带着由朝臣和亲信组成的随从, 也住在那里, 那里的气氛更加强了他想挤进上层社会的欲望。 他, 一个人也不认识, 尽管他穿着华丽的禁卫军军装, 但那些大官都带着铃子, 配着寿袋和勋章, 乘着华丽的马车, 在街上来来去去。 他们比他这个禁卫军小官地位要高得多,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到库托佐夫总司令行营去打听安德烈, 所有的副官和秦务兵都对他翻白眼, 仿佛向他表示, 像他这样往这里跑的军官太多了, 使他们感到厌烦。 虽然如此, 或者说正因为如此, 第二天, 十五日这天, 饭后他又来到奥罗莫乌茨·库托佐夫行营, 打听安德烈的行踪。 安德烈公爵正好在家, 巴利斯被领到了一个大厅, 这里以前大概是个舞厅, 现在放着五张床和桌椅钢琴等家具。 一个身穿波斯式睡袍的副官, 坐在进门的桌子旁边写字。 另一个副官, 脸色红润, 身体肥胖, 双手枕着头躺在床上, 同坐在床边的军官说笑, 他就是涅斯维茨基。 第三个副官, 在钢琴上弹维也纳原舞曲, 第四个则靠在钢琴上跟着曲子唱。 安德烈不在这里。 这些老爷看到鲍利斯没有一个改变姿势。 写字的副官, 也就是鲍利斯招呼的那一个不耐烦的转过身来对他说, 安德烈在值班, 如果要见他, 可以从左边门到接待室去。 鲍利斯道了谢, 走进接待室。 接待室里有十来个军官和将军。 鲍利斯进去的时候, 安德烈公爵轻蔑地眯着眼, 露出勉强提起精神的疲劳神态, 仿佛表示, 要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可连一分钟也不愿同你说话。 安德烈公爵正在听取一个俄国老将军的报告。 那将军身上挂满勋章, 点着脚尖, 挺着身子, 紫色的脸上现出士兵般俄语的神态。 呃, 很好, 请您等一下。 安德烈公爵用带着法国枪的俄语对将军说, 当他要表示轻蔑的时候, 就用这种腔调说话。 他一看见鲍利斯, 就不再理会将军, 尽管将军跟在他后面, 要求他再听听。 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含笑, 对鲍利斯点头致意。 鲍利斯这时终于证实了他先前的推测, 就是在军队里, 除了军事条令规定的和团里所熟悉的从属关系和纪律之外, 还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从属关系。 正是这种从属关系, 使这个身子挺直的紫脸将军公公敬敬地站在一旁等候, 而上尉安德烈公爵, 却可以随意同鲍利斯准位谈话。 鲍利斯现在更加打定主意, 今后办事, 不必凭军事条令, 而是要凭这种不成文的从属关系。 他现在感觉到, 只因为他被介绍给安德烈公爵, 他的地位一下子就超过将军, 要是在其他场合, 要是在前线, 一个将军对他这样的禁卫军准位, 可操有生杀之权。 安德烈公爵走到他跟前, 握住他的手。 很抱歉, 昨天失赢了, 昨天我整天在跟德国人打交道, 我跟威洛特检查作战部署去了, 德国人一旦认起针来, 就没个底儿。 鲍利斯微微一笑, 仿佛安德烈公爵所暗示的事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他是第一次听到威洛特这个名字, 连作战部署这个词也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么老弟, 你还想当副官吗? 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是的, 我想, 波里斯不知怎的张红的脸说, 我想请求总司令, 华西利公爵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 我想提出要求, 因为我怕禁卫军没有机会上前线。 他好像道歉一样的补充了一句, 安德烈公爵继续说, 好的, 我们回头再细谈, 等我先把这位先生的事报告上去, 我就来陪你。 就这样, 安德烈公爵进去报告子脸将军的事。 这位将军显然缺乏波里斯刚树立的那种不成文从属关系的观念, 眼睛盯住了这个妨碍他同副官谈话的放肆准备, 使得波里斯坐立不安起来。 他转过身去, 等待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出来。 当他们走进有钢琴的大厅时, 安德烈公爵说, 听我说老弟, 我考虑过您的事, 您不用去找总司令了, 他会对您说一大套客气话, 会请您到他那里去吃饭。 波里斯想, 按照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来说, 这样的态度也不坏。 但是再不会有别的结果, 因为我们这些副官和传令官快有一个赢了。 我们还是这样办吧,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陶尔格鲁科夫公爵, 现在担任侍从武官长, 是个极好的人, 您也许不知道他, 但是问题是, 现在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官, 以及我们全体人员都做不了主, 现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了皇上手里。 我带您去见陶尔格鲁科夫, 我正好有事找他, 我已经和他谈起过您, 让我们瞧瞧, 他能不能把您留在身边, 或者为您找一个靠近皇上的位置。 安德烈公爵在引导青年, 帮助青年取得社会地位上, 一向很热情, 他自尊心很强, 从来不接受别人帮助, 但借帮助别人的机会, 他靠拢那个给他成功, 也吸引他自己的圈子。 他很愿意提携鲁里斯, 就带他去见陶尔格鲁科夫公爵。 当他们走进两国皇帝和随从下榻的奥洛莫乌茨行宫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 这天正好开过一次军事会议, 御前军事参事和两国皇帝都参加了。 会上违反库图佐夫和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公爵两位老将的意见, 决定立刻进攻同拿破仑决战。 安德烈公爵带着鲍利斯到行宫找陶尔格鲁科夫公爵时, 军事会议刚刚结束, 少壮派在会上取得了胜利, 这使司令部里各个情绪昂扬, 主张等待机会暂缓进攻的稳健派被彻底压倒。 他们的理由被进攻必胜的意见博得体无完肤, 以致军事会议上谈到未来的战斗和我方必胜。 好像不是未来的事, 而是继承事实, 全部优势都在我们一方, 我军已集结在一处, 强大的兵力无疑超过拿破仑, 我军受到两位皇帝御驾亲征的鼓舞, 各个摩拳擦掌, 士气大振, 指挥军队的奥国威罗特将军对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现在将要同法军作战的地方, 碰巧去年奥军在那里演习过, 这里的地形他们也十分熟悉, 并且在地图上做过标记, 拿破仑的力量显然削弱了, 而且毫无准备。 陶尔戈鲁科夫是主公派里的激进分子, 他刚开完军事会议回来, 精疲力竭, 但心情兴奋, 为胜利而自豪。 安德烈公爵向他介绍鲍利斯, 但陶尔戈鲁科夫只客气地紧握了一下鲍利斯的手, 对他没说一句话, 显然还摆脱不掉萦绕在他头脑里的那些思想, 他用法语对安德烈公爵说话。 哦,老弟, 我们打了个多漂亮的胜仗啊, 但愿未来也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 不过老弟, 陶尔戈鲁科夫兴奋地说, 我应该承认我错怪了澳国人, 特别错怪了威罗特, 他们办事真是精确, 真是细致, 对地形真是熟悉, 对各种可能, 各种条件, 各种细节都估计得分毫不差。 是的, 老弟, 再也想不出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条件了, 澳军的精细和俄军的勇敢结合起来, 就会天下无敌。 安德烈问, 那么, 进宫已最后决定了? 告诉您老弟, 我认为拿破仑方寸一乱, 今天接到他给皇上的一封信。 陶尔格鲁科夫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 他写了些什么? 安德烈问, 他能写什么?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无非是想偷延时间? 我老实对您说, 他已经落到我们的手心里了, 真的, 但最有意思的是, 陶尔格鲁科夫忽然和善地笑起来, 就是想不出回信该怎么称呼他, 如果不能称执政, 自然也不能称皇帝, 那就只能称他波拿巴将军了。 安德烈说, 但不称他皇帝, 而称他波拿巴将军, 这是有差别的。 问题就在这里, 陶尔格鲁科夫笑着插嘴说, 您认识比利平吧, 他这个人很聪明, 比利平建议称他为, 篡位的奸臣和人类的公敌。 陶尔格鲁科夫快活的哈哈大笑。 没有别的称呼了吗? 安德烈问。 不过, 比利平还是想出了一个适当的称呼, 比利平这个人真是聪明机智。 什么称呼? 法国政府首脑, 法国政府首脑。 陶尔格鲁科夫公爵, 严肃而得意地说。 不是挺好吗? 好是好, 可他会很不高兴的。 安德烈说。 是啊, 他会很不高兴的。 我哥哥认识他, 他在巴黎, 不止一次在当今皇帝那里吃过饭。 他对我说, 他从没见过比他更精明狡猾的外交家了。 可以说, 是集法兰西的原华和意大利的演技于一身。 您知道他跟马尔科夫伯爵的一事吗? 只有马尔科夫伯爵一个人能对付他。 您知道首帕的故事吗? 真是妙极了。 于是, 剑谈的陶尔哥鲁科夫就时而对着鲍利斯, 时而对着安德烈公爵, 讲到拿破仑怎样想试试我们的公使马尔科夫, 故意把一块手帕丢在他面前。 拿破仑停住脚步, 看着马尔科夫, 大概是希望马尔科夫替他效劳。 马尔科夫立刻把自己的手帕也丢在旁边, 然后捡起来, 却没捡拿破仑的手帕。 妙极了。 安德烈说。 您听我说公爵, 我带这个年轻人来, 是想求您一件事。 您知道... 但没等安德烈公爵说完, 就有一个副官走来, 说皇帝召见陶尔哥鲁科夫。 哎呀, 真遗憾。 陶尔哥鲁科夫说, 慌忙站起来, 握了握安德烈公爵和鲍利斯的手。 说实在的, 我很愿意为您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出力, 只要我能办到。 他又握了握鲍利斯的手, 显出和蔼、 诚恳和快活的表情。 但您看, 改天再说吧。 鲍利斯觉得, 他现在已经接近上层, 非常兴奋。 他意识到, 他在这里, 接触到领导整个庞大运动的发条。 他觉得, 他在团里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 安德烈和鲍利斯跟着陶尔哥鲁科夫公爵来到走廊里, 看见一个文官从皇帝的办公厅里出来, 而陶尔哥鲁科夫正在往那里走去。 这个文官个儿不高, 相貌聪明, 下巴刻突出, 但突出的下巴刻并不损害他的仪表, 反而使他的神态显得更加机灵活泼。 这个文官像对自己人那样, 对陶尔哥鲁科夫点了点头, 又冷冷地凝视着安德烈公爵, 向他迎面走去。 显然, 要安德烈公爵向他鞠躬或者让路。 安德烈公爵既不向他鞠躬, 也不给他让路, 脸上显出愤恨的神色。 年轻的文官就转身从走廊旁边走掉了。 鲍利斯问, 这是什么人?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 但是我非常讨厌的人。 他就是外交大臣, 查多利尔斯基公爵。 他们走出行宫时, 安德烈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 就是这批人, 就是这批人决定着民族的命运。 第二天, 军队开拔了。 直到奥斯特里茨战役, 鲍利斯既没有看见安德烈, 也没有看见陶尔格鲁科夫, 只好暂时留在伊兹梅尔团里。 11月16日早晨, 杰尼索夫的骑兵连属巴格拉奖公爵的部队, 尼古拉就在那个连里服务。 骑兵连从营地出发, 投入战斗, 跟着其他纵队走了一俄里距离, 在大路上奉命停止前进。 尼古拉看见, 从他旁边走过的有第一和第二票骑兵连的哥萨克, 步兵营和炮兵, 还有带副官的巴格拉奖将军和陶尔格鲁科夫将军。 尼古拉以前那种临阵前的恐惧, 他克服恐惧的内心斗争, 他要以票骑兵方式在这场战斗中立功的梦想, 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 他们的骑兵连留作后备队, 尼古拉只得无聊地度过这一天。 早晨八点多钟, 他听见前面传来枪炮声和乌拉声, 看见人数不多的伤员被运到后方去。 最后, 看见几百名哥萨克押送着一对法国骑兵, 看来战斗已经结束。 这次战斗规模不大, 但很顺利。 回来的士兵和军官畅谈辉煌的胜利, 畅谈攻克维少城, 以及俘虏一连法国骑兵的战果。 夜间严寒, 白天阳光灿烂, 赏心悦目的秋色, 同迅速传步的捷报显得那么和谐。 胜利的喜悦反映在尼古拉身旁经过的士兵、 军官、将军和副官的脸上。 尼古拉特别伤心的是, 他经受了一场虚惊, 而这快乐的日子里, 他却无所作为。 尼古拉, 过来, 让我们喝一杯解解闷。 杰尼索夫坐在路边喊道, 他的前面放着军用水壶和韭菜。 军官们聚集在杰尼索夫的食品箱周围, 边吃边谈。 有个军官指着由两名戈萨克步兵押送的一个法国龙骑兵俘虏说, 瞧, 又押了一个。 其中一名戈萨克牵着一匹福获的高大美丽的法国马。 杰尼索夫对那个戈萨克叫道, 嘿, 把你那匹马卖给我吧, 遵命大人, 军官们站起来围住戈萨克和那名俘虏的法国兵。 法国龙骑兵是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 说法国话还带点德国枪, 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 满脸通红, 一听见有人说法语, 就马上同军官们说起话来, 一会儿同这个说, 一会儿和那个说。 他说他本来不会被俘, 他被俘不是他的错, 而是那派他去取马医的武掌的错。 他告诉武掌, 俄军已经在那里了, 他每说一句话总要加上一句, 可别糟蹋我的好马呀, 说着又抚摸自己的马。 这个法国人显然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他一会儿为自己的背符辩解, 一会儿像是在长官面前那样, 竭力表示自己恪守军纪, 终于职守。 他给我们后卫队带来法国军队的活泼气氛,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格萨克以两个金币的价格卖了那匹马。 尼古拉收到家里寄来的钱, 现在是军官中最有钱的人, 就把那匹马买下来。 当马移交给尼古拉的时候, 阿尔萨斯人和善地对他说, 可别糟蹋我的好马呀。 尼古拉含笑安慰了一下龙骑兵, 给了他一些钱。 旁边的格萨克用不正确的法语说, 走,走。 然后他碰了碰俘虏的手臂, 让他走。 突然, 票骑兵中突然有人喊, 皇上,皇上! 人人着忙起来。 尼古拉看见, 后面有几个帽子上插着白帽鹰的人骑马跑来, 刹那间, 人人都各就各位, 等待着。 战争与和平 第四十集 尼古拉不记得, 也不清楚他怎样跑回原位, 并且上了马。 他因没参加战斗而产生的傲丧情绪, 和身处在老面孔中间的逆味感觉, 顿时消失了。 他不再想到自己, 由于接近皇帝, 心中感到很幸福。 他觉得, 光是接近皇帝一事, 就足以补偿今天一天的损失。 他兴奋地像一个等待优惠的情人。 他不敢回头看, 也没有回头看, 但如醉如痴地感觉到了皇帝临近了。 他有这样的感觉, 不仅由于一队人马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还由于皇帝的临近, 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光明, 更快乐, 更有意义, 更有节日气氛。 尼古拉心目中的太阳越来越近, 向四周放射出祥和庄严的光辉。 他觉得, 这光辉已照到自己身上。 他听见皇帝的声音, 亲切, 镇静, 庄严, 而又朴素的声音。 正像尼古拉所期望的那样, 出现了一片肃静, 而在这片肃静中, 响起了皇帝的声音。 是保罗格勒票起兵吗? 皇帝问道, 是后备队, 陛下! 有人回答, 在听到是保罗格勒票起兵吗? 这句非凡的声音之后, 这回答的声音, 就显得很平凡了。 皇帝走到尼古拉旁边站住, 亚历山大的脸, 比三天前剪阅时更英俊了。 他的脸缓发着快乐和青春, 天真无邪, 好像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但仍不失为威严庄重的玉蓉。 皇帝回顾骑兵连, 他的目光偶尔同尼古拉的目光相遇, 但最多只有两秒钟。 不管皇帝是否了解尼古拉的心情, 尼古拉认为皇帝是洞察一切的。 他那双蓝眼睛射出温柔慈祥的光芒, 在尼古拉脸上停留了两秒钟。 接着,皇帝突然仰起眉毛, 又左脚猛刺了一下坐骑, 向前持去。 听到前卫传来的枪炮声, 年轻的皇帝克制不住亲临战场的欲望, 不顾朝臣们的苦见。 十二时, 离开他所待的第三纵队, 向前卫持去。 他还没跑到票骑兵那里, 就有几个副官迎面送来了捷报。 这场战斗只俘虏了法国一个骑兵连, 却被想象成一次大败法国人的辉煌胜利。 因此, 皇帝和全军, 特别是在战场上硝烟还未消散的时候, 都相信, 法国人已被打败, 被迫退却了。 皇帝走过去几分钟之后, 保罗格勒团奉命前进, 在德国小城围绍, 尼古拉再次看见了皇帝。 在小城广场上, 皇帝驾临之前发生过激战, 现在还横着几具尸体和几名伤员没有运走。 皇帝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 骑着一匹短尾枣红马, 不是检阅时期的那一匹。 侧着身子, 潇洒地拿着一把长柄金眼镜, 望着一个趴在地上, 头上满是鲜血的士兵。 这个伤兵那么肮脏, 粗野, 使人恶心。 尼古拉觉得同他接近, 是对皇帝的亵渎。 尼古拉看见, 皇帝拱起的肩膀, 像发令似的打了个哆嗦, 他的左脚竞篮地刺了刺马, 那匹训练有素的马默然回顾了一下, 站在原地不动。 一个副官下了马, 扶起伤兵, 把他放在台来的担架上, 伤兵呻吟起来。 轻一点, 轻一点, 难道你不能放得轻一点吗? 皇帝说, 他显然感到比这个垂死的兵更痛苦, 说完就走开了。 尼古拉看见皇帝泪水盈眶, 听见皇帝离开时, 用法语对查托利日斯基说, 战争真是可怕, 真是可怕, 战争真是可怕。 前卫部队住在围绍前方, 从敌军的散兵线上可以望见, 这一天, 敌军总是烧精射击, 就把地方让给我们。 皇帝传话, 对前卫部队表示感激, 答应给他们奖赏, 加倍发给士兵福特加。 萤火啪啪作响, 士兵歌声不绝, 大家比昨晚更欢快。 吉尼索夫当晚庆祝自己提升为少校, 尼古拉喝了很多酒, 在酒宴将近结束时, 他提议为皇帝的健康干杯, 不是像通常宴会上那样说, 为皇上健康干杯, 而是说为仁慈迷人的伟大皇上的健康, 为他的身体健康和打败法国人干杯。 尼古拉说, 既然我们以前打仗也不放过法军, 像在申格拉本那样, 那么现在皇上近临前线, 我们又该怎么样呢? 我们都不惜牺牲, 甘心为皇上而死, 对不对, 诸位? 也许我说的不对, 我喝多了, 但我有这样的感觉, 你们也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我有, 来, 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健康干杯, 乌拉! 军官们热情洋溢地叫道乌拉。 年老的骑兵大卫吉尔斯顿兴奋地喊着, 他的真诚不亚于二十岁的尼古拉。 军官们把酒喝干, 砸碎酒杯, 吉尔斯顿又另外斟满几杯酒, 他身穿衬衫和马裤, 拿着一杯酒走到士兵篝火前, 留着两撇长长的花白胡子, 敞开的衬衫里露出雪白的胸膛, 向上挥了挥手, 庄严地站在篝火光中。 弟兄们, 为皇帝陛下的健康, 为战胜敌人干杯! 乌拉! 他用飘骑兵豪放而老成的上低音喊道, 飘骑兵们围拢来, 整齐地高声响应他的建议。 陆夜, 人们都走散了, 吉尼索夫用一只短短的手拍拍他喜爱的尼古拉的肩膀。 吉尼索夫说, 哎, 行军中没有人可以爱, 就爱起沙皇来了。 吉尼索夫,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美好的感情, 多么…… 哎, 我相信, 我相信, 老弟, 我同意, 我赞成。 不, 你不懂。 尼古拉站起来, 在篝火之间徘徊着, 幻想着, 不是为了救皇帝的性命, 这点他连想也不敢想, 而是自己死在皇帝面前, 这该是多大的幸福。 他真的爱上了沙皇, 爱上了俄军的荣誉, 对未来胜利满怀希望。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 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情, 俄军中十之八九都爱上了沙皇, 爱上了俄军的荣誉, 但不像他那样狂热。 第二天, 皇帝停留在围绍, 御医威利也几次应照去探视, 在总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 传播着圣体为和的消息。 据侍从们说, 皇上那天没有进食, 晚上睡得不好。 圣体为和的原因是, 伤亡人员的悲惨景象, 强烈地刺激了皇上那颗仁慈善感的心。 十七日黎明, 一个举着军使旗的法国军官, 求见俄皇, 从前哨被带到围绍。 这个军使名叫萨瓦里, 皇帝刚刚入睡, 萨瓦里只得等待。 中午, 萨瓦里被皇帝召见。 一小时后, 萨瓦里同陶尔哥鲁科夫公爵一起, 骑马去到法军前哨。 传说, 萨瓦里的使命是, 建议定立合约, 以及亚历山大皇帝同拿破仑会面。 皇帝拒绝亲自会面, 这使全军感到满意和自豪。 而为少城下的胜利者, 陶尔哥鲁科夫公爵, 奉命随萨瓦里去同拿破仑谈判, 如果对方确有和平愿望的话。 傍晚, 陶尔哥鲁科夫回来, 直接去见皇帝, 在皇帝那里单独留了好久。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 部队继续向前行军。 敌军前哨经过短暂交火后, 就后撤。 从十九日中午起, 军队调动频繁, 直到第二天, 十一月二十日早晨, 也就是发生值得纪念的奥斯特里茨会战的那一天。 十九日中午以前, 一切活动, 兴奋的谈话, 奔走忙碌, 副官的派遣, 都只限于皇帝行员以内。 那天午后, 这种活动就扩大到库图佐夫总司令部和各纵队参谋部。 傍晚, 这种活动又通过副官扩展到全军各部。 十九日到二十日夜间, 八万联军从宿营地动身, 人声嘈杂, 浩浩荡荡, 绵延九额里, 向前推进。 早晨, 从皇帝行员开始的中心运动, 好像钟楼上大中主轮的启动, 逐步推动各部分运转。 一个轮子缓缓地转动起来, 然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所有的轮子, 滑轮和齿轮越转越快。 于是, 时钟发出当当的响声, 跳出暴时的小人, 时针缓缓地移动, 表示运动的结果。 军事机器同钟表的结构一样, 运动一旦开始, 就会不可遏制地进行到底。 而在没有转动以前, 各部分目然不动, 也像钟表的各个零件一样, 轮子在轴上响着, 齿轮彼此咬住, 滑轮飞快地呼呼转动, 可是, 旁边的轮子仍然默不作声移动, 不动, 仿佛要这样沉睡几百年。 但到杠杆捉住轮子, 他就服服帖帖地发出响声转动起来, 纳入统一的行动。 虽然不知道, 运动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 好像钟表一样, 无数轮子和滑轮复杂运动的结果, 只是使时针缓慢而均匀地暴食。 十六万俄国军队和法国军队, 带着他们的热情, 愿望, 悔恨, 屈辱, 痛苦, 骄傲, 恐惧和狂欢, 进行全部复杂活动的结果。 只是形成所谓三皇大战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失败, 也就是人类历史上中面上时针的缓慢移动。 安德利公爵那天值班, 一直待在总司令身边, 寸步不离。 傍晚六点不到, 库图佐夫来到皇帝行园, 在那里待了没多久, 然后去见御前大臣托尔斯泰伯爵。 安德利公爵利用这个机会到陶尔格鲁科夫那里打听详细军情。 安德利发觉库图佐夫心情不佳, 有什么事使他不高兴, 而行园里的官员对他也不满意。 他们说话的语气都显示, 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因此,安德利想去找陶尔格鲁科夫谈谈。 哦,你好啊,老弟。 陶尔格鲁科夫同比利平正在一起喝茶。 明天可以庆祝一番了, 您那个老头子怎么样, 情绪不好吗? 我不能说他情绪不好, 但他希望大家听听他的意见。 在军事会议上, 大家听过他的意见, 只要他讲的有道理, 大家还是会听他的。 但现在是, 但现在正是拿破仑最害怕会战的时候, 不能再观望和等待了。 是的, 您见到他了? 安德利公爵问。 那么拿破仑怎么样? 他给您的印象怎么样? 是的, 我见到他了, 我相信, 我相信他最怕会战。 陶尔格鲁科夫一再重复说, 显然很重视他在会见拿破仑后得出的这个总结论。 如果他不怕会战, 那他何必会见皇上进行谈判, 尤其何必后退呢? 后退是完全违背他的战术的, 请您相信我, 他害怕, 害怕大会战, 他的末日到了, 他的末日到了, 我敢肯定。 那您讲讲, 他的模样怎么样? 安德利公爵又问。 他身穿灰色礼服, 想要我称他陛下, 但他感到失望, 因为我根本没有称呼他,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此而已。 陶尔格鲁科夫回答安德利, 含笑回头看看比利平。 尽管我十分尊敬库托佐夫老人, 陶尔格鲁科夫继续说, 但现在敌人已经落在我们的掌心里, 如果我们观望不前, 给他们机会逃走或者上他们的当, 那才叫好看呢。 是的, 我们不能忘记苏洛洛夫和他的信条, 不要使自己被动挨打, 要主动进攻。 我认为, 在战争中精力充沛的小将, 常常比患得患失的老将, 更能指出正确的道路。 安德利公爵说,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向敌人进攻? 今天我到个前哨, 但不能判断他们的主力在哪里。 安德利公爵想把自己拟定的进攻计划 讲给陶尔格鲁科夫听。 哦, 这完全无关紧要。 陶尔格鲁科夫马上说, 同时站起来, 打开桌上的地图。 你看, 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 他要是在布尔诺。 于是, 陶尔格鲁科夫匆忙而含糊地 讲着威洛特的侧意包抄计划。 安德利公爵反对这个计划, 并且说明他的计划不比威洛特的计划差。 但遗憾的是, 威洛特的计划已批准了。 安德利公爵刚要说明后者的缺点和前者的优点, 陶尔格鲁科夫公爵却没再听他说下去, 也没看地图, 只漫不经心地望着他的脸。 不过, 库特佐夫今晚要开一次军事会议, 您可以在会上把这些意见讲一讲。 陶尔格鲁科夫说。 好, 我一定怎么办? 安德利公爵说着从地图旁走开去。 哎呀, 诸位, 你们操什么心? 直到此刻, 一直含笑听着他们谈话的比利平, 这时显然想开开玩笑了。 不管明天胜败如何, 俄军的荣誉是保得住的。 除了你们的库图佐夫, 各纵队连一个俄国指挥官都没有。 现在的指挥官是 维姆普森将军阁下, 狼热龙将军, 里和顿斯坦公爵, 霍恩洛厄公爵, 反正还有一连串波兰名字, 就是没有俄国人。 陶尔格鲁科夫说。 闭嘴, 毒舌头。 不对, 现在已经有两个俄国人了, 米洛拉多围棋和陶霍杜罗夫, 还可能有第三个。 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但他神经太脆弱了。 安德烈公爵说。 我想, 这会儿库图佐夫该出来了。 诸位, 祝你们成功, 祝你们幸福。 他补充说, 握了握 陶尔格鲁科夫和比利平的手走出去。 回家的路上, 安德烈公爵忍不住, 问默默坐在他旁边的 库图佐夫对明天的会战有什么想法。 库图佐夫严厉地忘了忘他的副官, 沉默了一下, 回答说。 嗯, 我看, 回战要失败。 我把这话告诉了托尔斯泰伯爵, 并请他转告皇上。 你猜, 他对我怎么回答的? 他说, 哦, 亲爱的将军, 我忙于米饭和肉饼, 军事要由您来管。 哼, 瞧, 他就是这样回答我。 晚上九点多钟, 威罗特带着他的计划来到库图佐夫行员。 军事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各纵队指挥官都被召到总司令部, 除了巴格拉基安公爵拒绝出席外, 其他的人都按时到达。 威罗特奉命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会战, 他精神兴奋, 动作匆忙。 库图佐夫勉强主持军事会议, 心情不佳, 睡意惺忪, 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威罗特显然自以为是领导这场势在必行的会战的首脑, 他好像一匹拉车下山的马, 不知道是他在拉车还是车在推他, 他只是拼命飞跑, 没有时间考虑这场会战的结果。 那天晚上, 威罗特两次亲自视察敌军前沿阵地, 两度向俄黄和澳黄报告情况, 并在办公室里用德语口售作战部署。 他累得精疲力竭, 这会儿来到库图佐夫的住所。 威罗特显然忙得连对总司令都忘了礼貌, 他打断总司令的话, 说得又快又含糊, 既没看对方的脸色, 也没有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 他一身泥浆, 样子疲劳可怜, 但仍然十分自负。 战争与和平 第四十一集 库图佐夫住在奥斯特利茨附近的一座贵族小城堡里, 在全冲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里, 聚集了库图佐夫、威罗特和军事会议成员。 大家喝着茶, 只等巴格拉基昂公爵一到就开会。 七点多钟, 巴格拉基昂的传令官带来消息, 说公爵不能出席, 安德烈公爵进来向总司令报告这事, 因为总司令事先准许他列席会议, 他就在客厅里留下来。 巴格拉基昂公爵既然不来, 我们可以开会了。 威罗特说, 急急地站起来, 走到摊着布尔诺地区大地图的桌子旁。 库图佐夫坐在高贝安乐椅上, 肥胖的脖子从敞开的军斧领子里露出来, 他那双浮肿的老人的手对称地搁在椅子扶手上, 他差不多睡着了, 他听见威罗特的声音, 勉强睁开他那只毒眼。 对, 对, 请开吧, 要不然就晚了。 他说着点点头, 接着又垂下头, 闭上眼睛。 如果与会的人起初以为库图佐夫是装睡, 那么后来宣读计划时, 他的鼻息声表明, 尽管他身为总司令, 很想对作战计划表示蔑视, 但他克服不了人类无法克制的睡眠的欲望, 真的睡着了。 威罗特献出分秒必争的紧张神态, 望了望库图佐夫, 确信他已睡着了, 就拿起文件, 单调的高声宣读未来会战的部署。 攻击科贝尔尼茨和索克尔尼茨后面敌军阵地的作战部署, 1805年11月20日。 这个作战部署很复杂, 很难懂, 德文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敌军左翼, 以树木稠密的山岭为依据, 右翼通过科贝尔尼茨和索克尔尼茨伸展到池塘后面, 而我军左翼比敌军右翼占优势, 立于进攻敌军右翼。 尤其是如我军占领索克尔尼茨和科贝尔尼茨两村, 就能攻击敌军侧翼, 并在施拉巴尼茨和丘拉斯森林间的平原上追击敌军, 而避开施拉巴尼茨和贝洛维茨间掩护敌军前线的碍路。 为此目的必须第一纵队前进, 第二纵队前进, 第三纵队前进。 威勒特宣读道, 将军们看来都不太愿意听这种晦涩难懂的作战部署, 淡黄头发的高个子布克斯赫福登将军背靠墙站在那里, 眼睛盯住燃烧的蜡烛, 似乎没有在听, 甚至不想让人觉得他在听。 威勒特对面坐着米洛拉多围起, 他脸色红润, 留着两撇上翘的小胡子, 肩膀怂起, 两手雄啾啾地放在膝盖上, 臂肘向外, 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盯住威勒特。 他始终保持沉默, 望着威勒特的脸。 直到这位澳国参谋长读完了, 才不再看他。 这是, 米洛拉多围起, 意味深长的望望另外两位将军, 但从他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中, 看不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个作战部署, 对他满意还是不满意。 坐在威勒特旁边的是朗热龙伯爵, 在宣读作战部署时, 他那张法国南方人的脸上一直挂着微妙的笑容, 眼睛盯住正在转动一个带肖像的金鼻烟壶的细长手指。 在宣读一个长句子时, 他停止摆弄鼻烟壶抬起头来, 薄嘴唇角上露出虚假的敬意, 打断威勒特, 想说些什么。 但威勒特没有停止宣读, 只怒气冲冲地皱了皱眉头, 摆动臂肘, 仿佛在说, 等一下, 等一下把您的想法告诉我, 现在请您看好地图, 听我讲。 朗热龙带着困惑的神情向上抬起眼睛, 回头看了看尼罗拉多维奇, 仿佛在寻求解释, 但一遇见尼罗拉多维奇意味深长而莫测高深的目光, 就颓丧地垂下眼睛, 又摆弄起鼻烟壶来。 嗯, 一堂地理课, 朗热龙似乎在自言自语, 但声音响得别人都能听见。 普尔杰贝歇夫斯基, 带着不悲不亢的神器, 一只手照着对着威洛特的耳朵, 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听。 个儿头矮小的陶霍杜罗夫, 坐在威洛特对面, 样子很用心和谦逊, 俯身在摊开的地图上, 认真研究作战部署, 和他不熟悉的地形。 他几次要求, 威洛特重复他没有听清的字句, 和南记的村名。 威洛特满足了他的要求, 陶霍杜罗夫就把这些地名记了下来。 作战部署读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这时, 朗热龙又放下笔烟壶, 眼睛没看威洛特和别的人, 说, 执行这个作战部署有困难, 因为敌军在移动, 无法断定他们的阵地究竟在哪里。 朗热龙的反驳是有道理的, 但反驳的目的显然是要威洛特将军感觉到, 他煞有介事的宣读作战部署, 好像在给小学生上课, 其实他面前坐着的都不是傻子, 而是在军事问题上可以教教他的人。 等到威洛特单调的宣读声一停止, 库图佐夫就睁开眼睛, 好像一个末房主在催人御眠的末盘声停止时醒过来, 他留神听着朗热龙的话, 仿佛在说, 你们还在说废话。 接着, 又连忙闭上眼睛, 把头垂得更低。 冷热龙竭力用最恶毒的语言伤害威洛特, 作为战术制定者的自尊心, 证明拿破仑会轻易地变被动为主动, 因此制定这样的作战部署毫无意义。 威洛特始终用轻蔑的微笑来回答, 显然他早有思想准备, 不论人家怎样反驳, 他都一笑置之。 他要是能进攻我们, 今天就进攻了。 威洛特说。 那么, 您以为他没有力量吗? 朗热龙说。 他, 他最多只有四万人。 威洛特好像一位医生听到巫婆向他指点治疗方法, 含笑回答。 既然这样, 他等待我们进攻, 岂不是自取灭亡? 朗热龙带着含蓄的嘲笑说, 又回头看看旁边的米洛拉多维奇, 希望得到他的赞同。 但米洛拉多维奇这时显然并不再考虑两位将军所争论的事。 不错啊。 米洛拉多维奇说。 明天在战场上就会见分晓了。 威洛特又冷笑了一下, 仿佛在说, 作战部署会遭到俄国将军们的反对。 这一点, 不仅他个人深信不疑, 就连两国皇帝也深信不疑。 因此, 他觉得又可笑, 又奇怪。 敌人熄了灯火, 但是从营地不断发出喧闹声。 威洛特说。 这, 说明什么? 不是后撤。 就是转移阵地。 他冷笑了一声。 但即使他们占领了丘拉斯阵地, 只会使我们省去很多的麻烦, 我们的全部计划丝毫不用改变。 安德烈公爵问。 这怎么行? 他早就在等待机会表示疑虑了。 库图佐夫醒过来, 用力咳嗽了一阵, 回头看看将军们。 主位, 明天的也可以说是今天的, 因为已经过半夜了, 作战部署不可能改变了。 库图佐夫说。 你们都听见了, 我们都要刻进各自的职责。 而在交战之前, 最重要的是, 他停了停。 睡一个好觉。 他做出要起身的样子, 将军们都鞠躬告辞, 时间已过了半夜, 安德烈公爵也走了。 安德烈公爵未能如愿地在军事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使他感到迷惑不解和惊慌不安。 究竟谁对? 是陶尔格鲁科夫同威洛特一方, 还是反对进攻计划的库图佐夫同狼热龙等人一方? 他不知道。 难道库图佐夫不能向皇上面臣他的想法吗?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难道由于朝廷和某些人的想法, 就得拿几万人的生命, 也包括我的生命, 去冒险吗? 安德烈公爵想。 是的, 明天我很可能被打死。 安德烈公爵一想到死, 一连串最久远和最亲切的往事, 就突然涌上脑海。 他想起最后一次同父亲和妻子的别离, 他想起他最初同妻子恋爱的日子, 想起妻子的怀孕, 他不禁为妻子难过, 也为自己难过。 他怀着悲伤而激动的心情, 走出跟尼斯维茨基合住的房子, 在屋前来回踱步。 业务很浓, 月光神秘地从雾里露下来。 是的, 明天明明天, 对我来说, 到明天也许一切都晚了, 再不会有什么回忆, 不论什么回忆,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预感到明天, 很可能是明天, 我就有机会大献身手。 他想象战斗和伤亡的情景, 战斗集中在一个点, 指挥官们乱成一团。 这就是幸福的时刻, 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吐伦。 他明确地向库图佐夫, 向威洛特, 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认为他的见解正确, 却没有人肯实行他的建议。 他要了一个团, 或者一个师, 预先讲定不让人家干涉他的指挥, 于是他就带领一师人冲向决定胜负的地点, 并且单独取得胜利。 可要是遇到死亡和痛苦呢? 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 但安德烈公爵不理着问题, 继续做他的胜利梦。 下次会战的部署, 由他独自制定, 他名义上是库图佐夫的执日官, 其实事无大小都由他亲自处理, 他单独打赢了下一次的会战, 库图佐夫被免职, 他被认命。 那么以后呢? 那另一个声音又说话了。 以后呢? 即使你能逃过十次负伤, 十次死亡和十次受骗的磨难, 那么以后呢? 安德烈公爵自己回答说, 以后吗? 我不知道以后将怎样, 我不想知道, 我也无法知道, 但即使我要名誉, 要出名, 要得到人家的爱, 那也不能算什么错。 我就有这样的愿望, 就有这样的愿望, 我活着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是的,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一点我对谁也不说。 可是天哪, 如果我不爱别的, 我只爱荣誉, 只要得到人家的爱, 那又有什么办法? 牺牲, 富商, 家破人亡, 我什么也不怕。 尽管我爱许多人, 父亲, 妹妹, 妻子, 爱我最亲的亲人, 但说来也怪, 为了片刻的荣誉, 为了战胜敌人, 为了获得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们的爱, 我会毫不犹豫地, 抛下自己的亲人。 安德烈一面听库图佐夫在院子里说话, 一面想, 从库图佐夫的院子里, 可以听见在收拾行李的勤务兵的, 谈话声, 还有一个车夫, 正在戏弄安德烈公爵认识的, 库图佐夫的老厨子, 继特, 他说, 继特, 是继特吗? 嗯, 老头子回答, 继特, 快去打鼓, 那个爱开玩笑的车夫说, 呸, 滚你的蛋, 老头子的回答, 被勤务兵的一片哄笑声, 所淹没, 不论怎么说, 我就是喜欢打败所有的人, 我只珍惜漂浮在我头上迷雾中的神秘力量和荣誉, 安德烈公爵想, 那天晚上, 尼古拉带一排票棋兵在巴格拉将分队前面布置侧防线, 票棋兵一对一地分散在前沿, 他自己骑马沿着侧防线走去, 竭力克制难以驱除的睡意, 尼古拉后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带, 我军的萤火在雾中朦胧地发光, 它的前面是雾蒙蒙的夜色, 不论尼古拉怎样努力分辨雾矮弥漫的远方, 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一会儿仿佛有个灰乎乎的东西, 一会儿仿佛有个黑曲曲的东西, 一会儿在敌人那儿游几点火星, 一会儿他觉得这只是他眼睛发花, 他闭上眼睛, 脑子里一会儿出现皇帝, 一会儿出现吉尼索夫, 一会儿出现莫斯科的往事, 他连忙睁开眼睛, 看见他坐骑的头和耳朵, 有时看见六部开外票骑兵的黑影, 而远处始终是那片雾蒙蒙的夜色, 尼古拉想, 怎么不可能呢? 很可能皇帝遇见我, 他也像对其他军官那样对我说, 你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他偶然遇见一个军官, 就把他留在身边, 哼, 这样的事是常有的, 要是皇帝把我留在身边, 那该多好啊, 嗯, 我一定竭力保卫他, 对他绝对忠诚, 揭穿一切欺骗他的人, 尼古拉生动地想象着, 他对皇帝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设想遇见了一个敌人或者德国骗子, 他不仅痛快地把他杀死, 而且当着皇帝的面打他的嘴巴, 突然, 远处一声呼喊, 把尼古拉惊醒了, 他打了一个哆嗦, 睁开眼睛, 尼古拉想, 我这是来到哪儿了, 是的, 在测房线上, 口令和回答是车杠, 奥洛摩茨, 我们的骑兵连, 明天就要当后备队了, 哼, 后备队, 真没劲, 我要求上火线, 这也许是见到皇上唯一的机会, 是的, 现在快换班了, 我再巡逻一次, 回去就向将军提出要求, 他在马鞍上坐好, 催动坐骑, 又绕着票骑兵兜了一圈, 他觉得天亮了一些, 他看见左边有一片被照亮的缓坡, 对面是一个陡直的黑山岗, 山岗上有一个白点子, 看不清那是被月光照亮的临终空地, 还是一片积雪, 还是白色的房子, 他甚至觉得, 白点子上有什么东西在动, 那大概是雪吧, 一片白雪, 尼古拉想, 那天, 我拿他傻妹妹, 黑眼睛, 拿他傻, 要是我告诉他, 我见过皇帝, 他只会大吃一惊, 拿他傻, 拿他傻, 靠右大人, 这里有树, 尼古拉在马上打着瞌睡, 听见旁边票骑兵的声音, 尼古拉抬起几乎垂到马踪上的头, 在票骑兵身旁停下来, 他无法遏制孩子般的瞌睡, 我刚才想什么来着, 可不能忘记, 我该怎样同皇上说话, 不, 不对, 那是明天的事, 哦, 对了, 对了, 拿大厦, 拿下什么, 票骑兵, 胡子兵, 那个刘胡子的票骑兵在特维尔大街上跑, 就在古里耶夫家对面, 古里耶夫老头, 哦, 杰尼索夫是个好小子, 对, 这些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皇上眼下在这里, 他怎样望着我, 他想说话, 可是他不敢, 不, 不是我不敢, 这些都无关紧要, 主要是别忘记, 我想到的要紧是是的, 拿大厦, 我们要拿下, 是的, 是, 是的, 是的, 尼古拉的头, 又垂到马脖子上, 他突然觉得有人在向他开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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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说着醒过来, 尼古拉睁开眼睛的一刹那, 他听见敌军那边有成千上万人在呐喊, 他的马和旁边票机兵的马都竖起耳朵听, 在发出呐喊声的地方, 亮起一个火光, 熄灭了, 接着又是一个, 山上法军全线亮起了火光, 呐喊声越来越响了, 尼古拉听见有人说法国话, 但是听不清, 声音太杂太响, 只听到了一片啊啊啊呃呃呃的声音, 尼古拉问旁边的票机兵,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你说呢, 那, 那不是敌人发出的声音吗? 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战争与和平 第四十二集, 尼古拉问旁边的票机兵是不是敌人发出的声音, 那个票机兵什么也没回答, 等了好一会儿, 尼古拉没有听见回答又问, 怎么, 难道你没听见? 票机兵有些不高兴地回答说, 谁知道呢, 大人, 就方向来说, 应该是敌人, 是吗? 也许是敌人, 也许不是, 天黑, 看不清, 喂, 站住, 他吆喝胯下烦躁不安的马, 尼古拉的马也骚动起来, 蹄子踩着冻结的地面, 竖起耳朵听着声音望着火光, 呐喊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响, 汇合成一片千军万马的轰鸣, 火光沿着法军营地的方向不断蔓延开来, 尼古拉也不想睡了, 敌军那种得意洋洋的呐喊声, 刺激了他, 皇上万岁, 万岁, 尼古拉现在已经清楚地听到喊声了, 大概不远了, 就在小河对面是吗? 他对身旁的票骑兵说, 票骑兵什么也没回答, 只是叹了一口气, 生气地咳嗽几声, 票骑兵的散兵线那里,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从业务中, 突然出现一个票骑兵军事的影子, 高大地像一头巨像, 大人们, 将军们来了, 军事骑马跑到尼古拉跟前说, 尼古拉继续瞧着火光, 听着呐喊声, 同时和军事一起去迎接几个沿散兵线骑马跑来的人, 其中一个人骑着白马, 原来是巴格拉基昂公爵, 他和陶尔格鲁科夫公爵, 带着副官跑出来观察敌军那里的古怪火光和呐喊声, 尼古拉跑到巴格拉基昂跟前, 向他做了报告, 然后同副官们一起听将军们谈话, 请您相信我, 陶尔格鲁科夫公爵对巴格拉基昂说, 这只不过是敌人耍花招, 敌人撤退了, 命令后卫点火呐喊来迷惑我们, 不见得, 巴格拉基昂说, 傍晚, 我还看见他们在那个山岗上, 如果他们撤退, 那也该离开那里了军官先生, 巴格拉基昂对尼古拉说, 敌人的侧翼哨兵还在那里吗, 啊, 傍晚在那里, 现在不知道大人, 请您下令, 让我带几个票骑兵去看看, 尼古拉说, 巴格拉基昂停下来, 没有回答, 竭力想在雾中看清尼古拉的脸, 好, 您去看看, 巴格拉基昂停了停, 说, 是, 大人, 尼古拉刺了刺马, 叫来费德钦科忠士和两名票骑兵, 命令他们跟他走, 接着便向传来喊声的山下持去, 他带着两个票骑兵奔向那先前没有人去过的神秘而危险的雾蒙蒙的远方, 感到又恐惧又高兴, 巴格拉基昂从山上向他喊话, 叫他不要过小河, 但尼古拉装作没听见, 一个劲儿向前奔去, 不断错把灌木当作大树, 把沟渠当作人, 并且不断发现自己上了大, 他奔下山, 已看不见我方和敌人的火光, 只听见法国人的喊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清楚, 他在挖地上, 看见前面好像有一条河, 但跑近一看, 发现是一条大路, 他来到大路旁, 勒住马, 不能决定沿大路跑, 还是穿过大路, 从漆黑的山野上山, 沿着在雾中比较明亮的大路走比较安全, 因为容易看清前面的人, 可是尼古拉却喊道, 跟我来, 接着就穿过大路向山上迟去, 那里傍晚有法军放哨, 大人, 有敌人, 后面一个票棋兵说, 尼古拉还没来得及看清, 那在雾中突然出现的黑东西, 那里就闪出一道火光, 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 嗖的一声, 像宿院似的在雾中高高飞起, 接着就消失了, 另一枪, 没有打响, 只闪了一下火光, 尼古拉拨转码头急忙往回跑, 随后又陆续传出四声枪响, 子弹发出不同的笑声, 没入雾中, 尼古拉勒住像他一样听见枪声而兴奋的马, 一步一步走回来, 好, 再来几枪, 再来几枪, 他心里有一个快乐的声音在叫喊, 但枪声没有了, 直到将要走进巴格拉将时, 尼古拉才放马奔跑, 举手敬礼, 迟到他俩跟前, 涛尔格鲁科夫仍然认为法军已经撤退, 只是为了蒙骗他们才点火, 尼古拉跑进时, 涛尔格鲁科夫说, 啊, 这说明什么呢, 他们可能在撤退时把哨兵留下了, 不公爵, 看来他们还没有走光, 巴格拉基昂说, 等到天亮吧, 天一亮, 就什么都清楚了, 啊, 山上有哨兵大人, 还是在晚间那个地方, 尼古拉欠身向前, 举手敬礼, 报告说, 克制不住由于奔驰, 尤其是由于子弹笑声而引起的欢笑, 好的, 好的, 巴格拉基昂说, 谢谢您, 军官先生, 大人, 我想求您一件事, 尼古拉说, 什么事, 我们的骑兵连明天要做后备队, 我求您把我调到第一骑兵连去, 你, 叫什么, 尼古拉伯爵, 嗯, 很好, 那就留在我这里当传令官吧, 陶尔格鲁科夫问, 你是, 罗斯托夫伯爵的儿子吗, 但尼古拉没有回答他, 大人, 那我就恭候命令了, 我会下令的, 尼古拉想, 明天, 很可能派我去给皇上送信, 哦, 感谢上帝, 敌军阵地上发出叫声和火光, 原来是因为, 法军在宣读拿破仑命令时, 拿破仑正亲自骑马来巡视军营, 士兵们一看见皇帝就点上火把, 并且跟在他后面高呼皇上万岁, 拿破仑的命令是这样的, 士兵们, 俄军正在向你们进攻, 替乌尔姆奥军复仇, 这些部队, 就是被你们在霍拉伯龙打垮, 一直被追击到这里的, 我们的阵地坚不可摧, 俄军要从右方绕过我们, 就会把侧翼暴露在我们面前, 士兵们, 我将亲自指挥你们的队伍, 如果你们能发扬素有的大无畏精神, 击溃敌军, 我就将远离火线, 但如果你们对胜利有丝毫怀疑, 你们就将看到你们的皇帝, 亲临火线, 面对敌军的第一次进攻, 因为对胜利的信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特别是在事关法国步兵荣誉, 和法国民族荣誉的今天, 不要借口运送伤员, 而扰乱自己的队伍, 人人都要下定决心, 打败对我国怀有刻骨仇恨的英国雇佣军, 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远征, 我们将回到冬季营地, 并在那里同我们的新兵会合, 那时, 我将缔结一个无愧于我国人民, 无愧于你们和我自己的合约, 拿破仑, 早晨五点钟, 天色还一片漆黑, 中路部队, 后备队和巴格拉基昂的右翼, 还没有出发, 但在左翼, 步兵, 骑兵和炮兵纵队已经起床, 开始活动, 按照计划, 他们应该首先下坡, 去攻击法军右翼, 并把他们驱逐到波西米亚山中, 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扔到篝火里, 篝火的烟把大家的眼睛都刺痛了, 天又冷又黑, 军官们匆匆地喝着茶, 吃着早餐, 士兵们嚼着面包干, 使劲炖足取暖, 他们聚集在篝火周围, 把残余的棚子, 椅子, 轮子, 木桶和其他无法带走的东西, 统统投到火里烧掉, 澳军纵队向导, 在俄军中间走来走去, 充当前驱, 澳国军官, 在团长营地附近一出现, 全团就行动起来, 士兵们离开篝火, 把烟斗插进靴筒里, 行囊放到车上, 拿起枪排好队, 军官们扣上衣服, 配好剑, 挂上杯囊, 一边叫嚷, 一边巡视队伍, 资重兵和勤务兵套好马, 把行李装上车, 捆绑好, 副官, 营长和团长都骑上马, 画了十字, 对留在后面的资重兵, 发出最后的指示和命令, 交代好任务, 于是, 几千只脚, 就一起发出单调的响声, 各宋队向前运动, 但不知道往哪里去, 并且, 由于周围的人烟和越来越浓的雾, 看不见他们离开的地方, 也看不见他们要去的地方。 在行军中, 士兵被他们的团所包围, 限制和引导, 就像水兵在军舰里一样, 不论他们走多远, 也不论他们走到什么奇怪, 陌生和危险的地方, 周围总是那些伙伴, 那个队伍, 那个司务长, 那条军权和那些长官, 就像水兵周围总是甲板, 围杆和缆索一样。 士兵平时不太关心他们在什么地方, 但一旦交战,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严肃紧张, 预感到生死攸关的庄严时刻临近, 并且产生异常的好奇心。 在战斗的日子里, 士兵们精神抖擞, 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跃出他们所在的团, 他们会用心细听, 留神查看, 急切地打听周围发生的一切。 屋越来越浓, 天色虽然亮起来, 但石不开外还是看不清, 灌木看去好像大树, 平地好像抖壁和斜坡, 任何地方石不开外都可能糟, 遭遇到看不见的敌人。 但是俄军各纵队一直在浓雾中走着, 上山下山, 经过花园和围墙, 在陌生的地方, 哪里也没碰上敌人。 相反, 士兵们知道, 前后左右都有俄军纵队, 再朝一个方向前进。 士兵们各个感到高兴, 因为知道有许许多多自己人都在往那个未知的地方走去。 你瞧, 库尔斯克团也过去了。 队伍里有人说, 好啊, 弟兄们, 我们的部队来了多少? 反正一看, 到处都是火光, 望不到边, 简直就像莫斯科。 尽管没有一个纵队指挥官到队伍里来, 同士兵们谈谈话, 就像我们在军事会议上看到的那样, 纵队指挥官情绪不佳, 对当前的战斗不满, 因此只是奉命办事, 不关心鼓舞士气。 尽管如此, 士兵们还是高高兴兴去作战, 尤其是向敌人进攻。 不过, 在农物中走了一个小时光景, 大部分军队不得不停下来, 这是队伍里传播着一种混乱不快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怎样传播开来的, 很难断定, 但确实在传播着, 并且像水往低处流那样, 不知不觉却又无法遏制地迅速流开来。 如果俄军没有同盟军在一起, 这种混乱的感觉也许会传播得慢一点, 但现在大家都乐于把混乱的原因归咎于德国人, 认为那些爱吃香肠的家伙造成了危险的混乱。 怎么停下来了? 路堵住了, 还是碰上法军了? 没有, 没听说, 要是碰上, 会开枪的。 先是急急忙忙地催我们出发, 现在又莫名其妙地停在野地里, 都是该死的德国佬在捣鬼, 这些笨蛋, 我真想把他们全赶到前线, 他们多半都挤在后方, 这下子, 哎, 我们只好在这里挨饿了。 怎么样, 快过去了吗? 据说是骑兵把路堵上了。 一个军官说, 嗨, 该死的德国佬, 连自己的地方都不认得。 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是哪个师的? 一个副官骑马过来嚷道。 十八师, 那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你们早该到前面去了, 这样到晚上都到不了了。 真是愚蠢的命令,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军官说着骑马走了。 接着, 一位将军骑马跑来, 生气地嚷嚷着, 他说的不是俄语。 他这里咕噜啰嗦什么呀, 谁也听不懂。 一名士兵模仿着跑开的将军说, 我真想把他们都毙了。 这些混蛋, 呵呵呵呵。 就是, 命令我们九点以前到达目的地, 可我们连一半路都没走到, 这叫什么命令? 四面八方都发出类似的牢骚。 军队出发时的高昂士气, 变成对糊涂命令和德国人的愤怒。 混乱的原因是, 澳国骑兵在左翼运动时, 最高指挥部发现, 我军中路离右翼太远, 就命令骑兵转移到右侧。 几千名骑兵在步兵前面移动, 步兵就只好等待。 前面一个澳军纵队向导和一个俄国将军发生了冲突, 俄国将军高声叫嚷要骑兵停下来, 澳国军官却说这不能怪他, 要怪最高指挥部。 这时军队停下来感到无聊, 情绪低落。 一个小时以后, 军队又向前移动, 走下山去。 山上的雾开始消散, 但山下的雾却更浓, 前面在雾中传来了一声枪响, 又是一声。 枪响开头不均匀, 稀稀拉拉, 哒啦哒, 哒哒哒, 后来越来越匀, 越来越密。 于是, 哥德巴赫河上的战斗开始了。 俄军没想到在河边遭遇敌人, 并且在雾中遇上。 他们听不到上级长官的勉励, 又普遍感到他们行动迟缓, 主要是在浓雾中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见, 又不能及时得到指挥官和副官的命令, 就走走停停, 眉睛打彩地同敌军对射一阵。 而指挥官和副官不熟悉地形, 在雾里转来转去,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 第一, 第二和第三纵队已经下山, 他们就这样开始战斗。 库图索夫所在的第四纵队, 驻扎在普拉层高地。 在开始交火的洼地上, 依旧浓雾弥漫, 高地上明朗一点了, 但前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看不见, 敌人的全部人马, 是像我们估计的那样, 在石额里以外, 还是就在这片雾海里, 九点前谁也不知道。 早晨九点钟, 洼地上浓雾像一片茫茫的海洋, 但在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所在的 施拉巴尼茨村郊的高地上, 天气完全晴朗了。 拿破仑头上是一片明朗的蓝天, 巨大的太阳, 像一个红色大福桶, 荡漾在乳白色的雾海上。 不仅全部法军, 连拿破仑和他的参谋, 都不在我们企图占领阵地和开始战役的 索克尔尼茨村和施拉巴尼茨村小河和洼地上, 而是在离我军很近的这一边。 近的, 拿破仑用肉眼都能分辨我们的骑兵和步兵。 拿破仑身穿出征意大利时穿的蓝色军大衣, 骑一匹灰色阿拉伯小马, 站在元帅们前面。 他默默地凝视从雾海里浮出的小山丘, 俄军远远地在那上面运动, 地听着洼地里的射击声。 他那时还很瘦的脸上, 没有一丝肌肉在抽动, 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一动不动地盯住一个地方。 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俄军一部分已走到池塘和湖泊那里的洼地上, 一部分已扫清他们准备攻击并认为是关键的普拉层高地。 拿破仑通过迷雾看见, 在普拉茨村附近的谷地里, 俄军纵队刺刀闪闪, 一直朝洼地移动, 一队又一队消失在雾海里。 根据昨晚得到的情报, 根据前哨在夜间听到的车轮声和脚步声, 根据俄军各纵队移动的杂乱情况, 根据种种迹象, 拿破仑清楚地看到, 联军以为他远在他们前面, 在普拉层附近运动的纵队是俄军的中心, 而这个中心已大为削弱, 很难向他进攻, 但他还是没有发动战役。